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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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五间总结的直播环节 身边嘉宾来自研究部高级分析员王维豪在旁边,Ralphie 早晨 你好,我们先看看港股方面的情况 五行市今早低开26点,报23275点 国企指数低开4点,报10387点 其后,开始之后,随即扩大跌幅 恒指最多跌成289点 低位见过23,012点 慶幸的虽然跌得比较急,但也受得到23,000点 这一刻,恒生指数的跌幅都收窄了些 但也显著,跌206点,报23,095点 成交金马五来到,还有几分钟上午半日休市之前 有314亿 国企指数,下跌109点,报10281点 好,先问一下Ralphie的意见 如何看回港股方面的情况 也看回港交所方面有announcement 互港通的开设时间表还未有 很多文章都相信一定会有,但一定延迟 所以因为在税务上等等都未解决 一些细节上都未准备 所以大家就说,这个继续是一个不明朗因素 笼罩着港股,但似乎好像跌不下去 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入货呢 对,以社会市来说 其实今天大家都知道一定会跟跌 因为始终刚刚说了周末 就说到港股都暂时开通不了 自然上看,这个星期周末也看到 都比较负面的,有些就无限期各自 那样东西,大家一度在怕 是不是好像070的翻版 又是车车就开通不了呢 当然你说有这个的 当然这个行政不是完全没有 但如果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我觉得又不需要那么快想到那么悲观 一来以今次来说,其实大家都知道 当然你说现在大家知道就开通不了 但大家在找所有原因 有些可能说是税务上的问题 或者是很多细节里面谈得定数 另一边有些又说是关政治因素事 但估计关哪些因素事都好 但以整个市场的反应上看 我觉得今次大家是理性了很多 特别不断说四月份到这一刻来算 虽然曾经整个市场上升了二千多点 但随着九月份回落之后来算 去到这一刻和四月份宣布那时比 其实都是只是升了四百多点左右 现在跌了二百多点 即是二百多点升幅 现在只是期内升了四百多点 然后几百点上落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已经看这件事 看得是理性了 不敢说太过热炒 不断涌下去 追落下去 以至到市不断上去 所以变相期内市场不是升那么多的时候 就算这一刻你说真的延迟通不了 或者暂时不通也好 至少对市场震荡性不是那么大 所以第一点来说 今天只有二百点来算 其实也不算太负面 反应 而且以来 以你见到今天来说 第二个因素 我觉得不是太悲观 就是成交 因为今天跌市 但你见到成交只有三百零亿度 跟那几天来说 其实半有的成交差不多 即不是特别增大了 亦都很意味着 大家本身手上 一来 要沽的 可能之前九月份那下跌浪已经沽了 而剩下的法案 未必后考虑沽出 以至到沽額 又不算特别大 所以你说 只要短期 即使市场反复也好 成交 即是特别跌那下 成交不是特别多的话 其实变相市场不是太过负面 所以短期来说 我觉得即使23000这个关口 仍然是看一看 始终这刻还未增设到跌穿 就算跌穿也好 我相信 不断提到10月3日的底 22,565点 只要这个大关口 这刻也不沽的时候 我觉得问题不是特别大 所以即使来说 都是一个反复为主 刚才说到23000即使这个关口 上面来说 反而看看 就是能够处定之后 可以试试23000四楼上的水平 好的 谢谢Rafi在港股方面的分析 和大家跟进一下蓝筹股的表现 匯控升五仙报78元 中移动下跌9毫半 建行跌4仙 工行跌6仙 中国银行跌2仙 港交所跌幅显住跌近4% 跌6.7 报167.7 国秀跌2毫 友邦跌2毫 腾讯跌2.2 跌近2% 金沙中国跌超过2% 跌44.05 长实跌1 五身跌8毫 九仓跌4毫 中海外升5 广之地跌8 中海又跌8 中石又跌1毫 中石化跌5 坤能能源跌超过1% 中海上跌至2% 20.6% 刚刚提到 胡广通开市时间表还未有 之前 一些AH股份 分别两方面都有股份 炒有个日价 所以要拉近他们的幅度 浙江西部 今天跌势非常显著 今早一开市来说 低位跌穿8 更加见过7.99 现在跌幅收窄 跌6.5% 跌8.79 A股方面 升减1% 日价有260% 也不算是一样的 换言之 A股方面 价价价价比较贵 如何看出这些股份 不单是浙江西部 好像是 东北电器 沙东门龙等等 今天跌幅都非常显著 曾经都跌成8 9% 但现在全部都好像看到 跌幅收窄 平均现在都跌接近 半成 或6%左右 暂时这些势头 或者是否都不要触摆 这些股份 比较波动 当然 當然這堆股份暫時我建議先不要點 雖然你看到跌幅上下收窄 但小英最主要講到一點就是這刻胡廣通 都算是初步開通不到 這堆之前所謂H股較A股比較便宜的 甚至是A股所謂日價於H股的股份來計算 自然一定是過去這半年左右升級那麼多 自然這刻開通不到 H股要回回一些其實都很正常 所以第一點來說 縱使這間收窄也好 所以我覺得還有少許機會後市 就算不大跌也好 未必會有太大的反彈性 這當然第一人要留意 而第二人來說 始終這堆股份不斷說到 本身自身的基本面是一般的 一來可能業績上又不太好 可能很多租用虧損 而他們的行業也前景上不是太好 以基本因素來看 其實本身沒有太多憧憬的時候 再加上這刻本身唯一可以炒的 A和H兩邊的折養因素都沒有 其實我覺得沒有太多東西炒 所以整體來說 我會建議這一堆內的股份 即是H股價和A股折養股份來計算 暫時都觀看著 起碼看看湖廣通的事態是怎樣發展 甚至乎看這堆股份 未來幾天的洗濤會怎樣才做判斷會好些 OK Rafia 也是關回湖廣通的事件 首先 廣交所剛才我們報版時 就看到跌幅顯著 都不多提 因為暫時都可能要避一避 另外一個重災區就是中資的勸商股 其中來說 好像說 第一上海編號227 今天低位更加見過1.39元 現在一樣 跌幅收窄跌6.5% 報1.45元 218 新人曼國都跌近7% 中信證券6030 跌超過4% 海通方面都跌近4% 怎樣看回這個板呢 都是比較波動一點 是不是那個策略跟AH股炒過節約的同一個板的策略是一樣 可能會比先好一點 當然 如果以這一層來計算 未必那麼快叫跌完 的確 未來這幾天可能會有少許下試駕力 但以整體的看法來說 他們本身的基本面就明顯地較剛才說的AH股是為止好 起碼本身真的有實質的本頁 甚至以內地的券商頁來計算 我相信前景不是特別差 所以反而經過這幾天 如果未來反覆完整貨完之後 這個板塊依然可以補一部署 但到時部署的情況來說 就變了可能要給多一點耐性 因為至於沒有了湖廣通這個因素之後 未必短期會有太大的爆炸性出現 OK 好 麻煩了Rafi 最後也和大家跟進這個版的表現 好 麻煩了 我們節目時間就差不多 再問你講的股票有沒有拿著 都沒有 好 稍後一時鐘再和大家跟進港股的表現 千萬不要走開 稍後再見